腾讯7月10月20日训,森林郎主场首秀迎战骑士,吉尼巴特勒体验到了人情冷暖,赛前入场仪式,巴特勒惭遭球迷狂虚,但赛中,当巴特勒要献神勇, 森林郎球迷又为他送上了MVP欢呼NBA正视频直播凯尔特人VS马龙真正的冬觉预言,赛季开始前,巴特勒提出交易申请,森林郎曾跟月货等多支球队谈交易,但始终没能达成协议,随着新赛季日益临近,巴特勒对森林郎是否真的想交易他提出质疑,训练营末段, 巴特勒曾来到训练场大闹一番,他带着边缘球员祭拜了主力球员,还对着队友管理层大喷拉计划,因为未能达成交易协议,巴特勒最终还是会归森林郎出战先赛季,他跟老板格伦泰勒达成协议,森林郎会继续寻求将他送走,但在那之前巴特勒在兢兢业业打球,巴特勒知道, 这番闹剧之后,他会遭到森林郎球迷的失声,他表示自己并不在乎,果然,今天森林郎主场首秀,入场仪式时,巴特勒遭到了森林郎球迷狂虚,只为一提的是,主帅西伯度遭到的失声,反而超过了巴特勒,看上去森林郎球迷对西伯度更加不满, 但巴特勒兑现了自己的承诺,他没有因为熟迷的失声而消极代工,他在场上始终兢兢业业打球,上半场就六投五中拿下十二分,四篮板,一助攻,二抢断,一盖帽,攻守兼备,第二节六分五十二秒,巴特勒强攻早板,归,他站上罚球线表霸权重,当他站上罚球线,看台上响起雷MVP的呼喊声, 在前造区上,三众被喊MVP,巴特勒只用了一节半时间,就挽回了球迷的心,该如何评价森林郎球迷这种精神分离式的行为呢,可能只能网络宏图最具代表性吧,从一杂到五